大家好,歡迎來到米蘭勝濟路球場 這就是意大利兩支老牌球會 AC米蘭和國際米蘭的主場 這場比賽是AC米蘭對摩南高 大家好,我是吳家謙 今天很開心可以和我身邊這位 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 一起討論這場球賽 他就是Keyman,歡迎你 你好,家謙,今天我很開心 來到這場這麼精彩的比賽 射他,入球出現 對,這球球進得很漂亮 不過不要開心那麼久 要快點集中,是比賽了 真的夠冷靜,拿得很準 這球很棒,夠簡單直接 總之有機會就起腳 很明顯是犯規 球證想也不用想 好,這場全場夠長 不過不準,有甚麼用呢 好,現在一個傳球 喂,把握機會 咦,球已經出來了 這個球其實射球也不是不行的 不過射成這樣 不就是跟別人解圍一樣 好,來吧 向前場的傳出 巧妙的傳球 摩納哥又立球了 球掉了 防守球員解圍 飛蘭迪斯,先威脅直線 球飛了出來,誰會先追到 這個直線漂亮 高空全球,滴路飛澳 有機會射 救得好,沒得彈那隻 這個龍門是底街人工給他 越打越… 2,2,2,3 跳到盡頭比這回球 只是差一點 不過飛就是不踏 龍門也鬆itters 因為剛才的球 如果我中狼,一定救不到 迪斯基利奧 4、4、4、2 法卡奧 這腳直線一下兜衝 彎仔 球掉了出來 守得好,完全被人過 巴卡 發卡奧 射他 成功了 叫做暫時解除威脅 球現在在卡路士巴卡道 相信他自己也明白 下次要比好一點才行 他走的位置走得很好 不過我想他對於隊友 比球的那一刻就不太滿意 傳得漂亮 有機會入球 好 這樣也不用塞,真是有運 他真的很想入球 他肯定是對手後防的眼中釘 很難處理 賴記截了這個龍門球 借命 球向前傳 奧金波斯 對手 試試壓過去吧 龍門的 迪斯基利奧,弄腳直線 迪路菲奧拿到球 頭槌一搖 旁正舉旗 後防線好像中門大開一樣 不過這個球也是比得漂亮的 三個流時 還是生命他 不超高的 都先承認 不超大 輪三個流時 是 詞音說 2、3、4、3、4 卡路士巴卡 邦娜、雲道拉,把球分到哪裡 截得好 夢到你,全球進來 奧金波斯,嘗試接應吧 龍門拿到神一神 迪路飛奧 相信他自己也明白 下次要比好才行 其實想法不錯,走位也不錯 可惜比球的質素差一點 奧金波斯 好,現在一個全球交給隊友 球櫃撐過去 完全沒有威脅 對,球櫃撐過去 簡直就像撞球埋牆一樣 說得好,不過要送個角球給對手 好,要 跳起一頂 范卡奧,射入,這球漂亮 領先兩球,挺難被人追到 角球斬得好 頂頭櫃這些東西,不是只說鬥高的 最重要是跳起那一刻的時機 差一點就有很大分別了 這個球就頂得好 摩南哥領先兩球,可以鬆疊氣 進入第二球就你決定了 你想繼續進攻也可以 你想慢慢守也可以 好,來吧 傳得好 發卡奧突破了越位 羅馬落尼,完全不怕跟人撞 菲蘭迪斯,搶球回來了 半場完了 對了,你也上半場了,有甚麼看法 今天這場球對他們來說 好像很容易踢 會否真的這麼容易就可以贏球 球席吹雞,下半場開始 四、三、二、一、三、二、三、三 他們的防守真的沒得彈 瞄準前場來斬 這個直線漂亮 漂亮 起腳,反應很快 撈出來了 1、2、3、3 起跳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 被人標籤得那麼緊 連球也快看不到,還說射球 整隊球有這麼多球員,進入了禁區 看來很想進入球 賴基搶走了這個龍門球 夢到你… 先為腳直線 阿比蒂,傳中 下次比球的距離要把握得更好 這腳直線一下,湯穿了 兩邊都追著球 直接長傳 發卡奧 浪高的球,頂入他吧 二球球撲得好 這個球簡直不是說技術要怎麼救 完全是說本能反應 有料到 一天橫看,怎麼看都是犯規 分球吧 這麼遠就不要射了 只會浪費了 走 射中條門沒有 逆機暫時就繼續解除了 解圍做得不錯 拉機 飛身鏟過來 飛身鏟過來 傳回龍門先,由頭組織過 身形佔優 這樣的傳球是不行的 夢到你了 奧金波斯,跪腳直線 這個球就去不了目標 飛身鏟過來 基靈克 這個球突破漂亮,還未完結 有機會 完全阻礙不了他們 領先三球 怎麼看都不能追 對 角度一流,龍門連球皮也射不到 這些球,如果你給你兩個龍門 也未必能夠救得到 何況只有一個 還未完結 對,我 迪勞菲奧 亞比迪,意識不錯 是界外球 側翼全球 這球球擋得好 抱你 范卡奧,救得好 想試試守門員的新手嗎 起腳整個門都是好事 不過下次麻煩你近一點吧 好機會 這個球真的頂得一般 對手撐得緊緊,這樣還能起腳 踢得差,整個龍門球被人截了 對手撐得好 向前場方向搶拳 阿比迪 蒙杜利王,整腳直線 好,現在一個傳球 迪斯基利奧,向前傳出 謝鳴,試試壓過去吧 截走那個球 踩外球吧 阿比迪 阿比迪 這一下就說想嘗試傳上去 被人侵犯 走到球上,看來就像打算直射 連前鋒也回到後場幫球 全能足球就是這樣 前鋒就是球隊的第一道防線 你看看他,沒有球在腳 防守多積極 這個直線漂亮,擋住球球 球先踢到安全地帶 這次行不行 防守球員有機會解圍 這下不行,送了罰球給人 這個犯規其實看起來真的沒必要 可能他會覺得球證很嚴重 但根本上你就不應該犯規 好… 發卡奧 發卡奧 這次他迎不上球了 球在卡路士巴卡 阿德烈普利 能否找到機會起腳呢 这是最后一球 AC米兰 很明显是不够对手 对手各方面都比他们好的 结果就输球了 Ki-Man,给你两句评语吧 这场球我们输了,不奇怪 你看,对面的攻势一浪一浪 令他自己的球不断比较坏 时间差不多了 也要跟Ki-Man说一声多谢 多谢你的独到分析 各位观众,晚安